曾引起中国内外大量关注的建三江事件再次受瞩目 自民涉及这起事件的法轮功学员17号开庭 但是当局在开庭前就开始抓捕关注此案的维权人士 阻止证人出庭 还对8名辩护律师进行监视 甚至阻挠律师开庭 请看我们的报道 17号早上 很多大陆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关于建三江事件的最新消息 消息称 庭审在上午9点举行 法庭所在的前进农场进出通道已经有大批特警把持 多位想前往旁听的人士证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王宇 令其磊等五位律师乘车赶往法庭时被警察拦截 王宇律师说 建三江当局在当地设了三道卡 律师们在第一道卡就被拦住了 在雪地里等了将近40分钟才再度找到计程车 据王宇律师在微信上透露 之后 律师们在第二道关卡又被拦了十多分钟 到了法院门前 汽车又被拒绝通过 律师们只能又绕到两三公里才进入法院 今年3月20号 大陆四位律师前往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天 律师及另外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拘留并受到酷刑 事件曝光后 引发大陆律师和社会各界人士 自发前往建三江连续紧坐抗议 甚至绝食抗议 要求当局放人 成为引起世界关注的建三江事件 新唐人记者田静 建明采访报道